好,主席我們請經濟部 我們... 拜託經濟部 常務處長 委員好 處長今天部長去哪裡 他去APEC會議 有請假啦齁 好,我想今天的議題齁 是一個非常重要啦,因應貿易自由化調整租源條例齁 我想今天我看到我們的經濟部的這種書面、資料 第一頁就講得很清楚 我國的貨品自由貿易涵蓋率只有9.69% 沒有錯吧 是的 那如果是9.69%的涵蓋率 這個比起日本18% 比起韓國35% 這個比起新加坡77% 事實上都是不成比例啦齁 講得我們差不多 日本的一半 韓國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過去這個號稱這個 最擅長國際經濟部級的馬政府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蛤? 因在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可以說我們還是剛剛提到呢 這個貿易自由化這是一個歧視啦 那我們一定要 貿易自由化是一個歧視 那我們一定要積極的呢 來採取呢 這個所謂的國際的經貿部級 沒錯啊 那我現在去請教啊 就是當年我們 簽訂EQUA的時候啊 是的 不是告訴國人說 我們不簽EQUA 我們台灣就走不出去嗎 我們就沒有辦法 跟世界各國簽訂FTA嗎 不是嗎 蛤? 那現在我們到底 EQUA簽完以後 到現在為止 我們簽了幾個FTA 幾個國家 蛤? 幾個國家 蛤? 這個大概現在是台新跟台紐 兩個FTA 就是紐西蘭跟新加坡嘛 沒有錯吧 是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呢 其他還在 過去不是說 澳大利亞 馬來西亞 印尼 印度 菲律賓 都要跟我們簽嗎 那現在馬政府剩下的任期 剩下幾個月 六個月啦 那這些國家呢 會不會再簽 會不會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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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再努力 蛤? 還要再努力 來不及了啦 蛤? 你們不是說EQUA簽完以後 我們所有世界各國的自由經濟 這個 這個都可以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都會簽嗎 馬政府的時候 都還簽了五個國家 蛤? 巴拉馬 瓜地馬拉 這個 這個 尼加 辣瓜 還有 薩爾瓦多 還有洪杜辣酥 我們總共還簽了五個 這個馬政府才簽多少 兩個而已 所以難怪我們今天看到的是我們 貨品的這種 這個自由貿易涵蓋力才是佔9.69% 這樣子的話 這個未來我們的經濟會不會更加衰退啊?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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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我們還是一樣大概要积極的去做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產業要加快來升級轉型 不是 我們今天在講的就是 貨品的自由貿易的涵蓋力 也就是說我們FTA簽訂的一個國家 到底我們還要能夠增加到多少 事實上我們今天看到的 我們想要的優惠的一個關稅 事實上是很少 所以我們現在的外交沒有競爭力 那過去長期以來我們台灣就是靠中國 所以我們簽完以後你看 我們現在對中國的依附力是超過40% 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日子 非常恐怖的一個市值 你想像現在這個八月中國的這個 這個人民幣的一個匯率調整3%以後 我們台灣二季三季的GDP就衰退了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副成長啦 沒有錯吧 所以這一點我們就很發現說 我們台灣完全過期說沒有簽 我們經濟一定要怎麼 要跟中國這樣先連接 沒有連接台灣的經濟就起了 結果連接就是 實在說 還要嚴重啦 沒有錯吧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來說還是採取多元接觸啦 所謂多元接觸就是 像說這個所謂的這些 利用雙邊的這些次長級或者 部長級的會或APEC的這個平台 我們盡量多去接觸 多去爭取 多去努力 不是啊我不知道齁 部長這一次去參加APEC 到底是要談什麼啦 就經濟的議題 有什麼好講的啦 但是事實上我們看到馬政府剩下的任期這幾個月啦 我也不知道整個台灣的經濟方向到底是在哪裡啦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主要什麼 主要這個馬英九 在這個新加坡齁 談到的所謂的一個中國的原則齁 我們聽到的齁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 我們中國 我們台灣 在馬政府的這個 主政這七年多來 原來 在政治上他就是要走 終極統一路線 就是要承認一個中國 在經濟上他就是要建立一中市場 這是我們很清楚的啦 沒有錯吧 你有沒有看那個 馬熙會 我們這個 馬英九的一個開場的一個談話 海峽兩岸在1992年的11月 就一個 中國原則達成公司 簡稱九歐公司 這聽到幾個台灣人都知道齁 很失望的啦 我們看到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馬英九口中的九歐公司 就是一個中國 這一點實在是我們沒有辦法齁 那麼去 去確認了 我想我們真的齁 我們感到很難過的就是 馬英九在11月7號 馬熙會 這個 這個 自己改變了九歐公司的內容 所以今天齁 我們也要在這裡講啦 事實上齁 這個九歐公司齁 在馬英九齁 這樣子的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個是台灣人民是沒有辦法齁 去接受的 我想這一點齁 是應該是一個中國英九表示啦 我想這一點是應該我們要在這裡再一次提出來 不過 我要在這裡再講一個有關我們 經濟有關的齁 這個 馬熙會的一個議題 我想 你也 你也曾經聽到馬英九講這一段話 說他想 馬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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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先生應該很了解 我們 正在申請加入TPP 希望將來 加入 因為這兩個加起來 大概是我們對外 貿易的70% 我想這些內容 主要是在 纏述我們 台灣的一個經濟 的一個 意向嘛 沒有錯吧齁 那我要了解 這個處長齁 請問一下 為什麼齁 為什麼 馬英九要跟 這個 習近平提到 我們要加入TPP 為什麼 因為 是難道是 沒有 習近平的同意 我們沒有辦法加入TPP嗎 蛤 蛤 蛤 他也是一個國家基因 我們就盡量清楚 不是啦 啊TPP你不知道什麼人主導 欸 TPP是什麼人主導 欸 但是這個TPP TPP是美國主導 欸 所以我們應該很清楚的 整個 TPP的一個 美國的一個 親戚戰略部局 他是要從 紐西蘭 澳洲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雲萊 還有愛蘭 日本 甚至於韓國 還有我們加拿大 還有秘魯 智利 他要在這個太平洋 把他畫成一個籤 這整個一個戰略部局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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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要圍堵 中國 的一個戰略部局 這很清楚吧 我們為什麼馬英九要去告訴習近平說我們要加入TPP 難道我們要加入TPP還要跟中國報告嗎 蛤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TPP裡面 這十二個國家裡面有八個 齁 是跟中國有一個第一個貿易的夥伴關係 啊 剩那四個第二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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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我們 過去長期以來我們沒有辦法簽訂FTA 也就是中國都在干擾 所以 因為中國的干擾 所以我們就放棄了 是不是這樣子 包括你剛剛講的甚至於是印尼 印度 這些國家 本來都已經跟我們講好了 就要簽了 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今天 現在我們 終於明白 也就是說 過去長期我們跟中國所謂簽訂ECFA的時候 那我們在談的時候 所以說 希望ECFA簽完以後 中國就能夠放手 給我們繼續簽訂 更多個國家的FTA 沒有想到 事實上 是 這些國家就接受到 中國的一個政治 這個干擾 所以一直到現在 我們沒有辦法 我跟委員報告 你說這些國家 我們現在都用堆積密的方式 在跟他們 可行性研究 報告 這裡有在努力 我們又繼續努力 不是啦 我只是覺得很遺憾 就是說 在 新加坡的這個 會談裡面 馬錫會 事實上已經 馬廷九已經把 台灣 的國國矮化 這一點 所以我們感到很難過了 另外我想我們在今天 我要在這裡 正式要提出來 就是說今天我們在談的 我們因應這個貿易自由化 那我們也了解 就是說 在民國99年2月 就已經核定 因應貿易自由化的調整 這個資源方案裡面 我們這個期程是10年沒有錯吧 就是從99年一直到108年 對 那這現在是99年到104年 這6年了啦 對 那這現在 原來我們就是 預計要寬內 這個預算是982億 對 那現在呢多少 現在 整個到目前 執行的已經 執行了195億 等於執行率已經超過 等於達到103% 因為過去法定是188億 不過我知道啦 我現在問你呢 就是說 我們預計要寬內 980億嘛 沒有錯吧 對 那現在已經多少了啦 現在法定是到103年 是已經188億 都有在用 啊 執行到已經 到現在來講 到政黨是195億 195億 我們執行195億 這樣要存多少錢 啊 那個時間到 我們的法定預算改變 就變成這樣 不是啦 所以我就在問什麼 你不知道工業機長 你上海一下啦 現在講什麼 你知道不知道啊 處長好像這個社會社會 我們要再問你就是說 我們因應這個貿易自由化 我們調整的一個資源條例裡面 那我們原來就是到 為期10年嘛 是 到108年 我們必須預算量匡內 982億嘛 是 沒有錯吧 那原來就是說 我們也有 ban了100億的這個 預算嘛 是 那這加 980億再加100億 是不是就是1080億 是不是這樣子 欸 沒錯 是 沒有錯嘛 就是 那我要問你嘛 那這些經費到底 能不能來這個 應付我們全國的共產業啦 呃 包委員 因為原本的 982億是10年為期 那我們這100億也是10年為期 但是我們目前看 這個 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 都是超過10年以上 所以 將來有可能會再需要檢討 但是 沒有錯吧 所以我想這個經費是不足的 大概就是這個預算 那另外齁 主席你請坐下一下 那另外齁 就是 就是就是我們 發現啦 今天我們從你們的 實驗資料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加入TPP後 或者是加入這個 這個 RSAFE 這些 這些組織 到底我們 會受到的 產業啦齁 譬如說我們 會受到的這個 這個 衝擊的產業 你今天都沒有名列出來啊 或者我們 會受到 受損的產業 你們有沒有都名列出來 沒有吧 都沒有嘛 所以這一個報告 是一個很粗糙的一個報告 我看 看你們今天這個 市面報告裡面 都沒有嘛 所以你們到底今天 今天是要跟我們報告什麼 到底要跟我們報告什麼 到底 我真的也聽不懂 我也不知道 市長今天在說什麼 還是說農委會今天在說什麼 尤其是農委會 我們要很清楚的 我們這一次這個 如果我們真的是 加日的這個TPP的話 我們的農業 我們會受損的 這個 有多少 我們有沒有做因應 也沒有 我想這一點是我們這個 覺得 覺得非常 這個 難過的地方 台灣的我們 如果真的加這個TPP 我們的 我們的戲目會 會受到一個 這個 最大的一個衝擊 那如果說 這樣子的話 根據我們的 手邊的資料 如果我們的 這個 這個戲目會 將會受到 會下滑到 22%以上 尤其是 像我們的豬子 你現在 現在我們的 這個 豬肉的進口關稅 還有十二點五% 萬一這進來的話 這樣 這都沒有關稅 這整個 我們台灣的 這個 這個 養豬業 也受到很大的衝擊 到底我們現在有沒有這個因應 沒有 因為TPP的資料 這個 最近才拿到 在關稅減浪表 大概有十二乘以十一份 有132分 所以現在還積極在分析當中 那裡面這個 具體分析才有辦法 所以今天我們 今天我們在審查 這個條例 所以你們今天在講 這些 這個報告 雖然是很粗糟 所以我是在這裡建議 主席 剛才在這裡 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要再 再進一步 再詳細一點 對啦 還要再詳加討論 到底我們的 這個 射損也好 射衝擊也好 我們像我們的農業也好 我們的心目也好 事實上 會面臨到 多大的一個衝擊 那我們要怎麼這因應 應該要有一個 詳細的一個 資料 我不知道 對好 我們再來中文討論 那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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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沒有辦法再因應 好 我想這一點 我要在這裡特別提出來 請主席等一下 在這個 在審查的時候 大家 幫我們意見 這個 真的會好好討論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陳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 我們請一下我們李貴敏 走位